大家好,我是研发中心电器部电器工程师纽生奥 上一期视频中我们介绍了维网组合演示区的四个模块 分别是保护模块,防护模块,功能模块和线缆管理模块 接下来我们介绍后四个模块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要介绍的是全线管理模块 这里展示的是一套无源锁控钥匙管理系统 锁式无源锁,通过云平台对钥匙进行授权 全线管理钥匙接触无源锁后,然后可以给它开锁 它还可实现后台数据查询等功能 实现溯源追责和生产管理 那么在我们后续的视频中也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它的具体功能和操作流程 这里展示的是我们全线管理中的智能AI识别系统 目前展示的是口罩识别,风貌识别 人手识别,综合识别,以及姿态识别 然后我们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 定制视频里展示的安全开关,光幕,报警灯,自动门等 组件都是通过电器柜中的控制系统进行控制 这就是我们的电器系统 所有的点位接入控制系统 由PLC进行控制 并且按照实际需要的功能进行编程 当安全开关等传感器触发后 即可输出信号 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控制模块 那么要完成安全控制模块 保护模块 功能模块中的功能 都需要配合电器控制箱使用 电控箱包含一个或多个低压设备 以及与之相关的控制、信号、保护、调节等设备 它一般由电器组、电器工程师进行设计制作 可制作电控柜的大小 电控箱的触摸屏 以及电控箱内的设备 最后我们介绍的是弹性防撞模块 弹性防撞物栏主要用于容易被货车或插车撞到的地方 实现人车通道分离 限定车辆路线 保护人员和资产安全 本期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的几期我们会介绍模块的详细功能